这一期我们来说一下鲜卑 因为鲜卑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这一期的重点是前勤之前的东部鲜卑 包括语文鲜卑 段部鲜卑以及慕容鲜卑 而重点是慕容鲜卑所建立的前沿政权 其他两个算是顺便提及 在最开始我们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来梳理一下 在这之前鲜卑的一个发展过程 其实我们之前讲乌环的时候已经提到了鲜卑 关于匈奴打败东湖 然后分裂出鲜卑的这件事已经提到过好多次了 就不再赘述了 然后由于鲜卑的地理位置一直到东汉初年 乌环不断的南迁 鲜卑才最终和东汉有了联系 只不过是以泛边的形式 东汉政府用贿赂的方式稳住了鲜卑 然后在大概公元90年前后 北匈奴被打残后被迫西迁 南匈奴和乌环都已经内附到了东汉 鲜卑人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崛起 成为了北方草原的新的主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其实在地图上的鲜卑地盘虽然是极其的广大 但实际上此时的鲜卑并没有统一 而是分散的许多部落各自为政 可以想象一下西汉末年 或者是东汉末年中原地区的乱局 所以此时的鲜卑并不能够 主团大规模的对外进行武力输出 但是小规模的武力输出却是此起彼伏 包括与东汉 南匈奴以及乌环之间 这些纷纷扰扰的小事我们就不再去稀究了 东汉环帝时期 有一个叫投鹿猴的鲜卑人 在匈奴冲军 应该是在南匈奴吧 三年之后回家 媳妇给了他一个惊喜 就是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投鹿猴非常的高兴 直接把这个大胖小子给扔了 他媳妇让其他人捡回去收养 并且取名叫谭诗怀 大难不辞必有后福 正是这个谭诗怀最终统一了鲜卑诸步 南边与东汉接上 北面抗拒叮铃 东边击退了浮渝 西面击退了乌孙 东西长达14000多里 南北7000余里 完全占据了匈奴韩国的故地 东汉一看这有点危险 要不然我封你个王当的 然后咱们再合个亲怎么样 谭诗怀说不 能动手我就尽量别合亲 于是东汉的边境 从辽西到九泉再无宁日 随着人口越来越多 畜牧业和打链 能够提供的食物 越来越不够吃了 于是谭诗怀就派人去出击窝人国 应该指的就是当时的日本吧 抓捕了千余家带了回来 干嘛呢 因为窝人擅长抓鱼 所以把他们带回来 给仙卑人抓鱼齿 补充口粮 谭诗怀死于公元181年 距离184年的黄金起义 还有三年的时间 然而之后 谭诗怀的统一变成了昙花一现 后面的继承者能力不足 仙卑又重新的四分五裂 再接下来就又出现了一个 叫科比能的人物 组织起了十数万的空闲之士 圣极一时 但是与谭诗怀时代相比 还是差的比较远 也没有统一仙卑 而且是称臣于曹操的 曹操击败了乌桓的他顿残余之后 将乌桓内签 没多久 科比能就与这些乌桓人 联合起来一起反叛 结果又被曹操的儿子曹张所挫败 科比能退出了塞外 重新向曹操称臣 后面又屡次的来侵犯边境 235年 科比能被当时的曹魏的幽州刺史 王雄给派人刺杀了 这个王雄就是王衍的祖父 从这之后 先被人好不容易聚起来的这个苗头 又重新的分散了起来 而曹魏的边境也恢复了短暂的宁静 以上我们简单的叙述了一下 从鲜卑诞生到东汉 再到曹魏时期 鲜卑人的一些发展状况 其实就是介绍了两个人 一个是谭诗怀 一个是科比能 一个是将鲜卑统一在了一起 一个是差点统一在一起 但是死后鲜卑又碎了一地 一直持续到了西进 不过这段时期 北方草原终究还是鲜卑人的地盘 他们随时都在孕育着新的英雄 之后的鲜卑 在方位上可以分为东部西部和北部 而从部落上主要是出现了 这么七个比较强盛的 建立过政权的部落 他们的大概位置如图 你可以想象成就是 盘踞在中原政权的边缘的战国七雄 当然了他们并不是同一时期出现的 有意思的是 这七个部落的首领 好像和谭诗怀以及科比能 都没什么关系 再有就是这些人 虽然都自耗是鲜卑 但是他的底层来源可能未必相同 比如有些可能是鲜卑 但有些可能是鲜卑化的匈奴人 高车人 汉人以及其他的族群 也有可能是冒充鲜卑人的乌环人等等 当然这些也不太重要 也不在我的能力射程范围之内 目前也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都把他们当做是鲜卑人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来说一下 东部鲜卑的这三个部落 首先从慕容部的首领 慕容社规开始 他本人并没有太多的戏份 是死于283年 然后他的弟弟 在禁书中叫慕容奈 然后在资质通鉴里面叫慕容山 我们以禁书为准 慕容奈赶走了社规的儿子慕容伟 自己当上了残余 不过仅仅两年后的285年 就被部众给杀了 然后重新盈利了慕容伟为残余 慕容伟曾经有个哥哥叫土一魂 社规给两个儿子都分了一些部众 然后两个部众离得比较近 两家的马就打起来了 对不是人 是马打起来了 然后慕容伟就和哥哥土一魂说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土一魂说可以 然后就西迁到了殷山 再之后就去了青海甘肃交界一带 并且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国家 就叫做土一魂 这个我们之后再说 剩下的慕容先辈这边 就进入到了慕容伟管理时代 而慕容伟时代 其实可说的并不多 就是各个部落和中原东泉 以及东边的高沟丽之间的一些 分分合合打打杀杀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慕容伟时代 断步先辈的一个发展过程 303年 虽然刘渊还没有开始造反 但是八王之乱 已经打成了一波州 当时的幽州管理者王骏 看到了天下 马上就要乱了 就开始为自己割据一方做准备 准备的其中之一 就是将自己的一个女儿 嫁给了段无牧臣 是一个先辈部落的首领 并且上表封他为辽西宫 310年的时候 更是册封他为大铲鱼 虽然段无牧臣 并不是这个部落的第一任首领 但是应该是从这里开始 这个段无先辈 就开始了他的兴盛过程 311年 儿子段集陆域解体 为了方便 我们就叫他段育 312年 在王骏的调遣下 段育带着他的猛将 段莫波攻打石勒 段不先辈的人名 都好像比较有争议 比如说这个段莫波 还叫段莫碑 我们稍微有点乱 我就选其中一个 结果就是段莫波战败被俘 石勒并没有听从 众人的建议杀这原猛将 而是以放了他为条件 与段不先辈讲和 段莫波就非常的感激 石勒的这一举动 甚至是认石勒为干爹 再回到段不先辈的路上 他还对石勒一天三摇拜 而段不先辈既然是和石勒讲和 也就意味着他和王骏分道扬镳了 王骏的实力大减 这就为314年 石勒除掉王骏 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接下来的316年 刘坤依靠的拓拔先辈发生了内乱 刘坤失去了拓拔先辈的支持 并且同一年 在与石勒的作战中失败 实力大减 刘坤不得已转投了段不先辈的段皮低 317年段不先辈与石勒的讲和期应该是过了 准备一起攻打石勒 这个时候石勒的好大儿段莫波 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不肯出兵 因此讨伐石勒作罢 318年 蝉鱼段玉取世 儿子又太小 就被这个叫段臣的叔叔 抢去了蝉鱼职位 段皮低去奔丧 刘坤的儿子刘群陪同 这个时候 这个段莫波又跳了出来 对这个新上任的蝉鱼说 段皮低是来争夺你的蝉鱼职位的 螳螂捕蝉黄学带后段莫波趁机杀了这个新鲜鱼 自己成了新鲜鱼 并且又打败了来奔商的段皮低 抓了刘坤的儿子刘群 然后他成功策反刘群 让他给父亲刘坤写信 一起去杀了段皮低 结果这封信被段皮低解惑 虽然是段皮低相信这件事和刘坤没有关系 但是还是杀了刘坤 那么事情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就是石勒通过放了一个俘虏 而得到了一个好大儿 并且为之后除去王骏和刘坤这两大劲敌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同时还结盟了段氏鲜杯 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吗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石勒除了打打杀杀之外 也有善于用谋略的一面 325年段莫波去世弟弟段牙继位 这个时候的慕容鲜杯和段氏鲜杯交好 然后慕容鲜杯的人就建议段牙迁都 国人知道后很不开心 于是段玉的孙子段辽 就以此为由来讨伐段牙 并追踪夺了残玉之位 以上就是在慕容鲜时代段步鲜杯的一个发展阶段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到慕容鲜杯 因为慕容鲜杯这边也要换残玉了 公元333年慕容鲜去世 如果你对这个年份有印象的话 应该知道这一年的后照的石勒也去世了 儿子石洪继位 然后很快就被石虎给传位了 慕容鲜去世之后是由他的第三个儿子慕容晃接班 因为慕容晃和其他的兄弟们素来不和 所以这次的权力交接并不是很太平 其中有三个兄弟发生了叛变 慕容汉出逃到段辽处 慕容人怂恿这个慕容钊反叛 慕容钊被杀 慕容人顺势出逃 并占据了辽东地区 然后这个时候段氏鲜杯 语言鲜杯都过来 凑了一把热闹支持慕容人 结果都被慕容晃所挫败 这个权力交接的风波算是到此平息 337年的时候慕容晃自称为燕王 一般是将这一年看作是前燕的建立时间 因为上面的事情 段步鲜杯与前燕开始交恶 战火不断 338年前燕慕容晃和后召石虎约好一起去打断辽 结果慕容晃这边没去 石虎自己去打的 断辽投降石虎 然后石虎又以前燕失约为由来攻打前燕 十万大军来势汹汹 前燕这边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劝慕容晃投降了 这个时候前燕这边一代战神慕容克横空出世 慕容克就是慕容晃的儿子 他仅待两千人冲锋在前 最后后召惨败被斩杀三万余人 段氏鲜杯又投降了前燕 第二年断辽被杀 而之前投奔断辽的慕容晃又辗转去了语文贤卑 最后兄弟俩病视前嫌慕容晃回归前燕 并且为前燕的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比如说征服了高沟黎 也比如击败了语文贤卑 慕容晃在位期间脚平内乱击败后召建立殃国 攻灭断石贤卑 征服高沟黎又几乎攻灭了语文贤卑 一时间风惯无量威震北方 便于341年的时候迁都隆城 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 离中原地区又迈进了一步 公元348年慕容晃去世 次子慕容晋继维 第二年石虎也死了 333年慕容伟与石乐一起去世 348年到349年 慕容晃和石虎又相聚去世 前燕后召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还有点互动的意思 但是接下来在后召这边就乱场了一国粥 而前燕这边 名将明军轮番登场 慕容克慕容锤慕容平 这些都是当时的不世出的名将 当时的慕容家真的是人才辈出 似乎命中就注定了前燕会崛起 349年的时候 前燕再次的击败了后召 并夺取了幽州之地 在接下来的350年 阮敏夺取了后召政权建立阮位 并追踪在351年的时候 杀死石之后召灭亡 向北歼命的阮位与向南扩张的前燕 不可避免的迎来了最终一战 352年 阮敏与慕容克相遇于魏昌城 虽然开始的时候 阮敏是实战皆胜 但是最终还是被慕容克所败 阮敏也被活捉 送到了慕容郡所在的祭城 慕容郡问道 如奴仆下财 何自妄称天子 阮敏说 天下大乱 耳槽一笛 人面兽心 尚欲篡逆 我一时英雄 何为不可作帝王也 还是352年这一年 慕容郡正式称帝 并且迁都到了祭城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而357年的时候 又迁都到了叶城 从都城的变迁中 也能够看出 前焉要入主中原的野心 此时的前焉 与东晋成了邻居 在与东晋产生 大规模的冲突之前 前焉还有一个小邻居 需要解决一下 就是曾经已经灭了的 段式鲜碑 上面我们说 338年的时候 在后照与前焉的夹击之下 段式鲜碑基本就覆灭了 但是段辽的弟弟段兰 在后照石虎的帮助下 又率领几千人 延续了段式鲜碑的香火 需要注意的是 段式鲜碑 其实是最不纯的一支鲜碑 什么人都有 所以只要有姓段的领导在 恢复起来还是非常的快的 之后段兰去世 由儿子段康接管 在350年燃敏夺权的时候 段康趁乱从河北 来到了山东半岛 并自称为齐王 向东晋称臣 历史上也称之为段齐 慕容郡352年 灭了燃敏并称帝 而段康的反应 稍微慢了点 在355年的时候 才写信给慕容郡 表示强烈的谴责 慕容郡大怒 就派大江慕容克率兵 灭了段康 那么段式宣贝 到这里才算是真正的落幕了 360年 前沿皇帝慕容郡去世 传位给当时只有11岁的慕容伟 在今天的读音中 这个伟的读音 和他的太爷爷相同 但是字不同 不要弄混 本来慕容郡是想传位 给自己的弟弟慕容克的 但是慕容克坚持不受 坚持要做州公 辅助少主慕容伟 而事实上 他也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 他的一生忠心耿耿 光明磊落 367年慕容克去世 在400多年后的782年 唐德宗在五庙中祭祀 古今64位名将 慕容克便是其中的一员 慕容克在临死之前 推荐了慕容锤 来借替自己的位置 但是他的这一疏愿并未实现 慕容锤并没有得到重用 关于慕容锤 因为他在前沿被前勤攻灭 再到前勤灭亡之后 复国建立了后沿 所以我们之后再来说他 而关于慕容伟的前沿 是如何被前勤灭的 我们也是在说前勤的时候 再去说他 总之就是慕容克死的三年之后 370年前沿就被前勤给灭了 337年建国 370年被灭 前后33年 三代三帝 与三还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 武断的下一个结论 就是名将对一个国家 有多么的重要 包括慕容克 以及没有被重用的慕容锤 到这里我们就基本交代完了 前勤之前 东部宪卑中的两个 慕容宪卑以及断石宪卑 还有一个语文宪卑 没怎么说 其实语文宪卑 从成分上一般被认为 是鲜卑化的匈奴人 在这一时期 还并没有太多的细分 基本是战败于慕容前卑的 比如说这个叫语文墨龟的 虽然当时的语文部比较强盛 但是还是败于同时期的慕容伟 还有这个叫乞德龟的 也是被慕容晃 慕容人所败 最后这个叫义斗龟的 其实上面有提到过 就是在慕容晃继位 发生内乱的时候 慕容汉出逃到了断石鲜卑 在等到断石鲜卑的断僚 覆灭的时候 慕容汉又逃到了语文宪卑这里 这个时候的语文宪卑的产余 就是这一个义斗龟 禁书中也管他叫语文龟 后来慕容汉回归前沿 成为了共达语文龟的得力战将 大概在343年的时候 前沿就击败了语文龟 并且合并了他的部众 语文龟逃到了漠北不知所踪 据说和之后的库墨西 以及契丹可能有关系 这个我们之后再说 关于语文宪卑 真正的登上历史舞台 是要等到之后的北周 因为北周的奠基人叫语文泰 在周书中 语文泰的先祖 被追出到了一个叫 猴斗龟的人身上 不知道这个猴斗龟 是不是就是这一个语文异斗龟 其实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这个读音还是比较相似的 而且当时的很多事情 是能对得上的 周书上说 猴斗龟被慕容晃所灭 儿子语文龄留在了燕国 而语文泰就是语文龄的四十孙 关于北周的内容 我们已经讲过了 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问题来了 北周到底是鲜卑人的政权 还是匈奴人的政权呢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